绿卡风波在起 台湾的马英九总统被媒体披露了 因为拥有美国绿卡 可能要向美国政府缴税 引发了绿营的抨击 那总统府今天也向媒体出示了 美国在台协会的信函 也确认了马英九已经放弃永久拘留的身份 我们来看看来自台湾的报道 依旧刊报道 马总统持有绿卡状态 符合肥咖条款必须向美国缴税 总统府对此二度举行了记者会 出示了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唐若文 写给我驻美代表沈旅询的信件 声明马总统很早就不具有 美国的永久拘留身份 协会过去即已知悉 马英九总统已经放弃 其先前所拥有的永久拘留身份一事 并早已列入相关美国移民机关的档案 此事已经结案 总统府强调这份文件 足以证明马总统是否持有绿卡争议 该到此结束 不排除对一周刊的不值报道提出告诉 也要求在野党领袖 必须对相关批评郑重公开道歉 而国民党也呼吁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立委等人最近对马总统持有绿卡的不当发言 必须负起政治责任 本党严正要求民进党苏贞昌应该立即公开道歉 并且负起最低标准的政治责任 他应该自己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如果他自己有信心 他自己用很清楚的方法 民进党认为马总统对是否主动放弃绿卡 仍未交代清楚 有必要向国人亲自说明 而易周刊也对此回应指出 马总统是在什么时候放弃美国公民身份 国人有知的权利 也质疑马总统只要提供社会安全码 向美国国税局确认 就可以知道是否需要缴税 根本不需要透过AIT公文来证明 记者王秋成 信农台北报道